如果岸田还要再弄第二波 那大概就10月要到第二波 那中日会有第二波冲突 中国没有让的空间 因为它目前 它已经发现有一招了 因为国际原人总署的年预算是6.5亿美元 那中国大陆它是占了6千万 那中国大陆已经提出条件了 所以你要让周边国家 能够到日本去采样化验 不然我这个钱不交 因为它认为国际原人总署 根本就是美国的哈巴狗 因为刚刚介大使就已经举例了 你AUKUS 你就说那个不叫核扩散 然后平油弹不会有核子效果 那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 你有讲过话吗